最后向大家介绍国际级跨领域学院 我们邀请国际服务产业管理学士学位学成 吴玉珍老师向各位介绍 谢谢吴老师 各位在线上的家长 同学 还有慈祭的家人 大家好 我是国际级跨领域学院的吴玉珍老师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际学院 国际级跨领域学院 在整个学院里面呢 我们大概我们有一个系 两个学士学成跟一个硕士的学位学成 那还有三个中心都是辅助我们整个的教学的进行 那不少同学有没有对哪个系比较有兴趣呢 OK 那就听老师介绍咯 好 那在我们国际级跨领域中心 我们国际就是我们的核心的主轴 那我们为了要影响国际 我们需要同学能具备一些相关的能力 首先是语言跟跨文化的能力 再来会有基础管理的能力 再来是服务产业管理的能力 以及资讯及媒体的能力 那所以同学可以选择看您的兴趣 然后来选择不同的学程 或者是系来就读 OK 那选大学其实大家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到底要学什么 我要跟谁学呢 还有呢 我要去哪里学 那你问你自己这三个问题之后呢 你比较能去做一些决策 做一些选择 那我们现在就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国际学院里面呢 在不同的系 你会学到些什么东西 还有跟谁学呢 以我们的英美语文学系来说 你们看到底下 我们写括号一个外国语文学系 因为我们从110二学年度开始 我们就会更名咯 然后呢会改名为外国语文学系 我们外国语文学系 需要培养的同学是具有词级人文精神 有领导力 服务力 创造力的 英语跟西班牙语人才 同学们留意到我们要的是 英文跟西班牙语的双重语言能力的人才 那我们希望同学在这样的能力之下呢 能成为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世界公民 那我们希望同学是在整个四年的培育中间 可以具备一些核心的能力 包括具备国际观词级人文精神的实践力 还有呢具备英文跟西语的 听说读写译的运用力 所谓的译指的是翻译 那再来你到大三大四 你就要决定你未来的方向 所以可能会有英语跟西语的学术力 或者呢之后从事外国语文服务的 一个专业的能力 那到底来英美序要学些什么东西 基本上我们的课程大概可以分为六个主轴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大家共同必修的 就是基础的英语的听说读写译 那再来呢 因为英语毕竟英语跟西语都是语言的一环 所以同学需要了解语言学跟语言的教学 然后再来我们的第二个主轴是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文跟文化 那在这个基础之下 同学可以在大三大四所抉择一下 你比较希望偏向哪一个方面的发展 是西方文化文学呢 还是媒体与服务的英文呢 还是商业的英文 那这就是我们在英美系会学习到的 不同的内容 那我们的诗资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同学可以看到老师们 可以教授文学戏剧 台湾的佛教 西班牙语的教学 还有双语教学跟第二语习德等等 这些都是符合我们刚刚的六个主轴的 要学习的内容的诗资 好 那你的同学呢 除了来自台湾的同学之外 我们有非常多的国际的学生 从2013年到今年 我们有来自亚欧美非 不同国家的国际的学生 所以同学可以在我们国际学院里 接触到很多来自于国外的朋友 他们会是你的同侪 那在英美系 我们的学习的环境 我们会用到像左上角的专业的语言的教室 还有左下角像这个我们的罗马式的戏剧学校 戏剧教室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同学也会运用我们的 这个教室来做一些戏剧的展演 像我们右上角就是我们的同学 在办毕业公演的时候 你们觉得他们都是细经上升的那个表情 非常的专注 好 但是除了在国内的学习呢 英美系还有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会办理一地的教学 我们会有四个礼拜在英国进行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进行英国语言跟文化的实地的学习 这都是我们同学拍回来的照片 再来我们也有海外研修的机会 同学在英美系学习 还有机会可以到例如像我们这两位同学都是在美国的学校教 一个是教国语 一个是教他们的当地的小朋友的数学 OK 所以如果你在英美系的表现能达到一定的水准的话 其实你有很多的机会去国外做历练 此外呢也可以去当交换学生 像我们这边两个同学 一个是去瑞典的Harmstadt大学 另外一个是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担任交换的学生 那要人去交换学生 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有亲近的姐妹学校 那除了姐妹学校 我们国际学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这就是我们提供的所谓的双联的学位 拿一个学校来做例子 我们左下角这个英国的Middlesax University 叫做密德萨斯大学 同学如果成绩达到一定的要求 你可以在英美系念三年 然后在去密德萨斯大学念一年 毕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同时取得两个学校的学士学位证书 这有没有很棒 所以要积极的争取 努力的学习 OK 好那我们学英美 毕业之后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 我们把它大概分成四类 除了进修之外 在职场上的选择 第一个大概就是广播电台 节目主持的主持 或者是执行的企划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大爱台 其实我们很需要相关的人才 那如果能加上英语加上西语 那这更是我们更是有需要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成为英语或华语的教育 在国内的话就是各级的英语教师 那你也可以到国外担任华语的教学教师 接下来呢 我们也可以在参旅产业 担任不同的从业人员 或者在国贸国际 国际行销的领域 担任不同的从业人员 那以下呢 我们就介绍 我们就分享一则影片 看看我们英美系的学姐 OK 目前她在职场上的一个表现 毕业于慈激大学英美系的学生 我自己是来自花莲 目前是在优质轮公司担任业务的工作 在街上走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我负责的产品 上架再架上 那就是代表说 挤我可能一记的心血 所产生出的一个做 怎么让孩子 也可以到我这个平台来发挥 让孩子有机会 上到这一个国际贸易的这一块 自己培养的孩子 真知道的 所以用起来就会放心 学校给你这个机会 就是多多去尝试 不要去设限自己啦 就还是一样放胆地去吃 毕竟学校给我们资源是很丰富的 大家看到我们 同学很优秀的表现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为同学 为家长同学介绍一下 我们的国际服务产业管理学士学位学生 名字有一点长 对不对 所以老师等一下会把它缩短成国管学生 好 那我们国管学生 最主要是秉持的词迹 城镇信实的精神 我们希望能培育服务产业 在经营跟领导 这个地方所需要的人才 好 那国管学生要学什么呢 大概也是有六个课程的主轴 第一个就是管理学的核心课程 学管理学大概跑不了 就是行销啊 管理啊 经济会计等等 这是一个基础的学程 那再来呢 我们会有两个主要的主轴 一个是国际服务管理 再来就是我们的NGO跟长照管理的部分 那要能达到这两个主轴需要的能力 我们还要搭配就是媒体的资讯能力 还有一些人文礼仪的课程 那最后还会有语言跟识 专业实习的部分 那在这些的主轴中 我们拉出四个特色 让大家来稍微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专案式的学习 OK 那来到专案式的学习呢 我们会让同学有实务操作的经验 例如这个是我们在去年12月10号 办的一个国际餐饮的文化节 那是由会产管理跟餐饮管理 两个课程 修这两个课程的同学合并起来 一起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同学从时间的决定 场地的决定 场地的布置 食物的备置 跟整个活动的流程 主持人等等等 全部都是自己一手规划的 所以呢 在专中也学到了很多 大大小小要留意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让请同学看一则影片 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缩影 OK 那中间有外国老师 我们国管的老师 康廷老师的介绍 听听看英文 你听不听得懂 这就是第一次国家的课程 所以我们有一个十个国家 来的不同的课程 不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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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学习了解决定 他们也学习了解决定 所以我们准备我们的学生 为一个未来的市场 在这些技术 是不一样的事 他们也需要一些人的技术 他们需要知道 如何努力和互相关心 而且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仅仅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的展现 其实超出我们本来课程的预期很多 是因为本来只是两个单元的 个别的课程 各上各的 那也是刚好有康廷老师 跟益廷老师这样的姻缘 因为老师跟老师的互动 跟默契其实很关键 那我觉得这一块因为每个老师 都各忙各的 所以反而比较没有时间 做下来好好的规划 那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当作范例 以后我们老师跟老师之间的合作 可以有更密切的一个机会 其实我觉得很大一个重点就是因为 我们平常在上课的时候 很少会接触到实际操作的技能 那在这个课程中 它让我们透过食物 以及举办一个实体活动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更加实际操作这些部分 然后可以让自己在未来 步入社会时做一个接轨 好 刚刚除了看到我们的外籍老师 我们活过的同学 最后这个是传播系的同学 一样也可以来修国馆的课程 这是我们在国际学院里 很大的一个特色 好 那我们第二个特色 就是有校外食物的实习 我们的同学到了大四这一整年 要到校外去实习 那目前我们已经签订了三十几家的单位 包括饭店业 然后旅游业 管理顾问公司 还有一些长照机构等等 让同学在这一年之间 把他所在学校所学的东西 可以在业界 在实际的工作上得到一些的印证 那再来呢 在出去实习之前 当然要在学校里多多的磨练一些相关的经验 所以我们在校内有国际学社 这就是我们学校里的类似实习旅馆 那我们也有三脚下的咖啡厅 那这都是要让同学们实际的去经营的 那透过这两个我们实际的场域 我们会建立C大学的舒适的品牌 那同学也可以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 学到一些相关的能力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双联学位的部分 同学在不用出国的状况 就可以先修国外的一些学程 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同学在修 美国Android University的硕士学位学程的课程 跟美国大学生同步的线上上课 这个机会真的很特别 你可以直接跟国外的学生 美国的大学生做互动 那我们的双联学位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如果在十大的国管学层念3.5年 然后再到美国的AU安德鲁大学Android University 毕业后同学就可以取得十大的学士 还有安德鲁大学的硕士学位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所以同学可以多多的考虑 那我们国管的师资大概会集中在五个领域 一个就是管理学相关的 那再来就是旅游业的接待跟管理相关的 还有就是财务的会计的方面 那还有就是行销 最后一个就是国际礼仪职场 查到花到等等 那我们除了老师 就是我们专业的师资之外 我们还请了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餐馆业的一个大师级的顾问 同学看这名字会不会念呢 这个是苏格尧教授 他出了好多本跟服务有关的书 那已经办了好几场的大师的系列讲座 也欢迎同学一起来接触 来了解这个产业的一些美感 我们的同学跟我说 老师我在请示就是联合国 我的同学有有越南的同学 有印尼的同学 有马来西亚的同学 也就是说同学如果在国际学院 在慈大 你有超超级多的国际交流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乌克兰的同学 好 那我们还有一些实作的课程 例如手作的蔬食的披萨 还有这是我们的茶道课程等等 那这些课程综合到最后就是说我们 ok 除了这些课程 我们也要同学能 能够有一些实际上的一些体能的展现 我们等一下请同意看一则影片 这是我们去年在校庆的时候 我们国管系的同学 夺得了20人21脚的冠军的一个影片 请大家看一下 好 好 有没有看到他们超稳的 OK 那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的训 的练习 这个过程中 你说有没有管理在里面 其实也有 有学长姐带着学弟们 一起练习的一个管理的层面在中间 好 那念国管的话 毕业之后 也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在服务产业中 担任一些高阶的主管 再来就是饭店餐饮业的经理人 还有就是长照跟医疗保健产业的经理人 还有跨国企业 以及经营运作相关的人员 好 那这都是我们在国管学程结束之后 同学可以考虑的就业的方向 那接下来老师要介绍 这个是国际数位媒体 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一样名字好长 所以我们会说成 说短成树媒学程 那树媒学程其实在台湾 并没有遭受台湾的学生 那老师为什么还要介绍呢 是因为树媒的学程的师资跟设备 同时 你就是没有修这个系的课 你一样可以来使用 不是这个系的学生 也一样可以来使用 这是我们在国际学院里 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我们的树媒的学程 老师的部分的特色 大概就是有行销 然后有互动式的多媒体 AR VR 摄影 以及节目制播等等 对不起 OK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特色的课程 都是现在非常实心的 包括新媒体的行销 AR的扩增实境 多媒体跟VR 那我们在国管学程的同学 或者英美系同学 也都非常欢迎可以来休息 陪树媒的课程 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所以我们的树媒的课程 会链接整个学院里面的国管 跟英美 大家三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在树媒学程里面 我们有最新的设备 跟一些课程 那这些不是只是好看的 都是可以实际上的操作 也非常欢迎的同学来学习 怎么当一个摄影师 怎么当一个主持人 OK 那我们来看一个 这是我们树媒的 一个很可爱的同学 来自墨山笔克的柯心田 两年前来到华语中心 学习中文 在体验大爱台的新闻制播后 对于媒体产生浓厚的兴趣 成为此大国际许位媒体 科技学士学位学程的功费生 完成一场转播需要熟悉线路工程 并且掌握活动流程 更要有摄影制播的技术 而柯心田在经过一学年的学习之后 这次更独挑大梁 首次完成了 直达部中舞蹈发表的转播活动 所以同学知道墨山笔克在哪里吗 好 所以我们树莓只有来自外籍的学生 所以包括马来西亚 吉尔吉斯 墨山笔克等等 那这些外籍学生也会是同学最好的 共学的伙伴 好 那在我们国际学院底下 还有三个中心 虽然他们不是系科 但是因为他们里面的设备资源 都是非常欢迎同学可以来一起使用 所以我们也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对不起 我们的媒体制作及教学中心 大家刚刚看到那些高品质的影片 都是这个中心制作出来的 所以你想要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就来我们这边一起学习 那第二个是我们华语中心 台湾学生不需要学华语 对不对 所以华语中心的学生都是来自于国际 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的国际生 那同学就可以来认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 第三个是我们的外语教学中心 刚刚都听到英文 对不对 英文跟西文 除了英文跟西文 还有没有其他的语言可以学呢 有的 我们外语中心就有规划了 包括日语 韩语 越南语 泰语 印尼语 德语 法语等等 OK 当然你想得到的我们都有 所以我们在整个国际极化领域学院里面 我们提供的就是很多元的课程 那我们希望同学可以在自己的主系之外 再来一个双主修或者是辅系 然后在你毕业之后 或者是在你三年级之后 可以去选择双联的学位 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 让你可以能具备最冲突的实力 然后以后呢 就可以有最好的发展 那此外我们也有完善校内的实作的场域 而且跟人文置业体 跟慈激的人文置业体合作 所以整个慈激大学的国际化领域学 我们有几个超级棒的特色 就是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 我们有特别的非常棒的语言的环境 然后我们有国际同学的同才 然后我们有慈激人文的陶冶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有全部的慈激职业体 跟我们全球各分会的国际软实力 当作我们的后台 给我们最大的支撑 那同学以后不管是实习或是就业 都有比其他的同学 比其他的大学的学生 有更多的选择的机会 那以上呢 就是老师简单的介绍 感谢你们 希望同学跟我们一起放眼国际 跨域真能 谢谢大家